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岛忠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三节 诗人说 你的手制造我 建立我 请你赐我悟性 可以学习你的命令 借着每天的灵修 愿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 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愿主的心意不向我们隐瞒 而使我们在生命的光中 行在他面前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同心合意的祷告 我们思想 同心合意的祷告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一到十四节 新约圣经 《使徒行传》第一章 一到十四节 请预备好 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宝贵祷告良辰歌 是我贵的好良生 我先前辈的路 望去会经败耶稣 救助我良勇 因此情难道土贵 祷告一世耳寡寡寡 一滴倦贾的良药 我能天内之处 是道路良辰 十方回两城 一笔剑扎的两腰 我等愿愿没记住 十方回到两城 一处心一山脚 难以怜悯与切爱 平耳里祈祷 能将一切地踪担 在初朝前写住 一笔剑扎的两腰 我等愿愿没记住 十方高两城 十方回两城 一笔剑扎的两腰 我等愿愿没记住 使徒行传第一章 一到十四节 提阿非罗啊 我已经做了前书 论到耶稣开头 一切所行所教训的 直到他借着圣灵 吩咐所拣选的使徒 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他受害之后 用许多的凭据 将自己活活地 显给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 向他们显现 讲说神国的事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 锁定的时候 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说了这话 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被取上升 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 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 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 身穿白衣 站在旁边说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 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有一座山 名叫橄榄山 离耶路撒冷不远 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 在那里有彼得 约翰 亚各 安德烈 菲利 多玛 巴多罗买 马太 亚勒斐的儿子亚各 奋瑞党的西门 和亚各的儿子犹大 这些人 同着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意地 恒切祷告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使徒行传》一章 一到十四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四节 《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经文说道 这些人 同着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这些人 同着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 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同心合意地祷告 基督林离世前 曾嘱咐他的教会四个要点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要为我做见证 在耶路撒冷直到地极 同心横切地祷告 圣灵的能力 为活着的基督 做活着见证人 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 这才是新约真正的福音 真正的侍奉 以及真教会的标记 一个同心合意祷告的教会 充满灵力的服侍 为了活着基督 做活着见证 这样一群人 报好消息 给地上的每个人 此而基督所建立的真教会 也唯有这样的教会 才能胜过世界 基督升天之后 使徒们立刻知道 他们的工作是什么 那就是 继续同心合意地 横切祷告 他们必须在主的爱中 和圣灵里 被连结在一起 成为一体 使他们在神和在人面前 都充满能力 只要教会能保守这个特点 就能征服一切 但如果它落到世界影响之下 就会失去这超然的能力 教会在祷告上变得不真实 圣灵的工作也跟着微弱 对基督的见证流于形式 自然就不会忠于 传福音 知道地级的大使命 美国著名作家 神学家 布赫纳说 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 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 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 教会之处 在这教会之处 有个精彩的故事 旷野玛纳 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 图写精彩的故事 今天我们思想 同心合一的祷告 这个题目 我们在密室里 单独根神祷告 也要跟弟兄姐妹一起 同心合一的祷告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 主应许 若是你们中间 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 只有我在他们中间 同心的力量是很大的 马可福音记载 有一次 耶稣见了加百农 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就许多人聚集 甚至连门前 都没有空地 耶稣 就对他们讲道 这日有人带来一个摊子 要来见耶稣 是用了四个人抬来的 因为人多 不得进钱 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 拆了房顶 其余拆通了 就把摊子 连所躺窝的褥子 都坠了下来 耶稣 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摊子说 小子 你的罪赦了 本来没有指望了摊子 因为四个朋友 把他抬到 耶稣所在的屋顶 放在耶稣面前 而得了医治 独家说 他们从瓦间 把他 连褥子 坠到当中 正在耶稣面前 朋友愿意付代价 他们的决心 他们的爱心 他们的童心 以及他们的信心 就是那摊子 最后能够起来 拿着褥子 回家去了 群体的动力 是大的 十度行传 一章十二节 到十四节 记载了 教会历史上的 第一次祷告会 地点在马可楼 在耶稣基督 升天之前 他赐下的 最后的命令 你们不要离开 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 所应许的 主说 圣灵 要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不要在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主应许 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喜 他对门徒说 我要将我 父所应许的 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 从上头来的能力 主有应许 也有命令 相会史上 第一次祷告会 一共持续了十天 门徒 在安静 默想 祈祷 以及渴望中 等候圣灵的降临 请留意 他们不是拜玛利亚 而是带着玛利亚 跟耶稣的弟兄 可能包括了 雅各跟犹大 一块祷告 这里也是圣经 最后一次记载 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的名字 并没有把她塑造成 中宝的角色 请玛利亚 向耶稣转达 圣徒的祷告 约翰照主的吩咐 把玛利亚 接到家里去之后 就不再提她了 因为人人都是 有君尊的祭司 都可以靠着耶稣 进到父面前 众人同心合意聚集 祷告的结果 就是神赐下圣灵和能力 当五旬接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没有分散 忽然从天上 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只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又有舌头 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测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圣灵不是将鸽子 降在他们身上 乃是将火焰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那天门徒经历了圣灵的喜 想想看 当时如果门徒 没有顺服主的命令 他们不愿意 在耶路撒冷等候 而各有各的主张想法 不愿意同心合一的祷告 而离开耶路撒冷 各自去做他们想做的事 结果又会如何呢 答案很明显 若没有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他们就不能做什么 今天神留下一些事情 是要众人靠同心合一的祷告 来完成的 如果不同心祷告 这些事永远不能完成 穆安德烈说 同心合一的真诚祷告 那力量是何等的大 那是不同于 坐在教堂里听一篇讲道 在祷告会中 丢几位心连心的 将需要沉迷在神面前 你可以感觉 主的宝座 是如此的贴近人 我们来看旧约圣经几处 同心合一祷告的例子 首先 是约莎法王的例子 历代之下 二十章一到二节记载 此后 摩押人和亚曼人 又有米乌尼人 一同来攻击约莎法 有人来报告约莎法说 从海外亚兰那边 有大军来攻击你 如今 他们在哈西逊他马 就是引基底 这些从海外亚兰来的大军 集结在引基底 历代之下二十章三到四节 经文记载 约莎法便惧怕 定义寻求耶和华 在犹大全地宣告进食 于是 犹大人聚会 求耶和华帮助 犹大各成 丢人出来寻求耶和华 当危机来到的时候 身为一国之军的约莎法 要怎样解决呢 首先 他定义寻求耶和华 不单是他个人 他在犹大全地宣告进食 要百姓跟他一块 同心合以祷告 寻求从神来的帮助 这种万中一心的祷告 是很少有的 约莎法向神承认 他们无力抵挡 就来攻击他们的大军 而他们也不知道 要怎样行 他们的眼目 只有仰望神 圣经说 那时 全犹大的人 连他们的婴孩 妻子和儿女 都站在 耶和华面前 神的灵就感动 一个先知 名叫雅哈西 说出神的旨意 把神的计划 告诉众人 要他们不要怕 因为胜败 不在乎他们 乃在乎神 要他们明天 下去迎敌 但是不要征战 只要摆阵站着 看神会怎么做 不要恐惧金黄 因为神与他们同在 约莎法 跟百姓商量之后 就设立歌唱的人 送在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 圣洁的礼服 走在军前 赞美耶和华说 当撑起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很奇妙 众人帮唱歌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伏兵 击杀 那来攻击 犹大人 亚曼人 摩亚人 和西尔山人 他们就被打败了 你说他们是怎么被打败的呢 圣经交代了原因 因为亚曼人 和摩亚人 起来 击杀 驻西尔山的人 将他们灭尽 灭尽 驻西尔山的人之后 他们又彼此 自相击杀 怎么会这样呢 想象 这些大军 来势汹汹 本来预期 约莎法 手下的尤大人 会惊慌失措 他们军队会战战兢兢 出来迎战 没想到 影响他们的竟是 穿着礼服的石斑 好像气定神贤 胜券在握 中国张会小说 三国演义里边 孔明的空城记 固步一阵 就让司马懿的大军 心里起疑 不战而退 现在 亚麦人跟摩亚人眼看 尤大人明知 兵力悬殊 却在这时候 唱诗赞美神 心想 一定是我们中间 有了内奸 谁呢 驻西尔山的人 以东人嫌疑最大 因为雅各跟以嫂 是兄弟啊 于是亚麦人 和摩亚人起来 急杀驻西尔山的人 将他们灭尽 灭尽住 西尔山的人之后呢 发现 怎么尤大人 还在唱诗赞美神 哎呀 我们一定弄错了 在互不信任的 氛围之下 他们又彼此 自相击杀 这是孙大中的推理 神用这样的办法 为尤大人 开了出路 写出了南国 尤大的危机 尤大人一赞美 仇敌就溃不成军 留下来的战利品 多到一个地步 他们收了三天才收完 有一首诗歌叫 云散天字情 歌词里边有这么一句 祈祷末梢言 云散天字情 祈祷儿歌唱 并云散天字情 圣经里有一个 进食祷告会 是由一位皇后发起的 就是以色帖 在尤大人 围及从王之秋 以色帖叫莫迪改 去招聚 树山城里 所有的尤大人 为他 进食三昼三夜 不吃不喝 他和他的宫女 也要这样进食 大家一块祷告 然后呢 他伪力 进去见王 结果神施恩 让他们 转为为安 化险为夷 尤大人有了一个 很特别的节日 叫普尔日 神是听祷告的神 不要低估 神回应祷告的热情 使徒行传十二章记载 西律王 用刀杀了 约翰的哥哥雅各 又拿了彼得 收在监里 当彼得被囚在 监里的时候 教会 为他切切地 祷告神 就在彼得 要提出来 处死的前夜 审查天使 来搭救他 彼得出监之后 就直接 往马可家去 到了以后呢 彼得敲外门 一个名叫 罗大的使女 出来探听 一听 是彼得的声音 他就欢喜快乐 顾不得开门 跑进去报信 说彼得站在门外啊 为彼得 祷告的弟兄姐妹 不是说 哎呀 感谢赞美主 彼得年少的时候 果真还能自己 收上带子 随意往来 他们不是这样说 他们说 你疯了 弟兄姐妹 我们有信心 向神祷告 也要有信心 接受神给的答案 圣徒同心合一的祷告 能够震动天地 初代教会 就是在弟兄姐妹 一心一意的 祷告中增长的 他们不住的祷告 就能够大有能力 见证主耶稣复活 听到得救的众人 也都蒙了大恩 神会记得 成全众人所求的 显明他的同在 也会在众人 同心祷告的时候 指示 他要教会做的事 想当年圣灵指示 安提亚教会 要分派巴拉巴和保罗 出去传道那样 今天教会 极需要 在主的爱中 和圣灵里 被联系在一起 神要用我们 同心合一的 横切祷告 来征服一切 何时我们意识到 教会的见证 开始流于形式了 也不再热衷传福音了 那就是我们该聚集祷告 向主呼求的时候 求主怜悯我们 赐下祷告和带求的灵 使我们充满活力 为基督和他的国度 做美好的见证 愿我们每一个呼求的日子 都能成为蒙福的日子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祷告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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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离开 祷告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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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恩所前与主心经 将我心意相处成名 每当感到忧虑悲伤 我灵的照安慰 为师法 祷告良辰 祷告良辰 使他忘忘 都应有此 祷告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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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你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少壮狮子还确实忍恶 但寻求你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你愿我们深深地认识你 事实亲近你 藏在你里面 帮助我们明白 同心合意祷告的能力 坚定我们倚靠你的心 愿你的话指引我们 光照我们 使我们走在 合你心意的道路上 我们为了自己带着热忱 充满恳气地与弟兄姐妹 同心合意地祷告 来仰望你 你乐意显出 你荣耀的座位给我们看 你愿意借着我们祷告 成就大事 主啊 复兴我们 在我们心里动那善功 说我们敢于向你大大张口 并且有信心 你必定会照我们所求的 并照你所应许的 给我们充满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大钟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心不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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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